不是,你忘记你当时怎么答应我的 你当时说你即便回到东北面试过了 还会留在北京 但是你面试过了你为什么要回东北 然后你把我当作一个过渡期吗 我真的很努力 但是你还说我不上线 后来怎么就决定回去了 就是他质疑我 他说我是坏女人 说我把她当成了我人生当中的一个跳板 觉得我没找到工作 我利用她 我到北京来 我提高自己能力了 我行了 我现在一脚把她踹了 要把她甩了 我要回到家了 就我特别生气 我就跟她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我是什么样的人她不了解吗 所以就是你们是在争讨当中结束的这段关系 是吧 然后我就回老家了 回老家其实我不想跟她分开 我就给她发微信 我走了回东北了 我想让她挽留我 她说啥 啥也没说 为啥不挽留 当时都在情绪上没吗 当时我就非常生气 你走吧 然后我就可能吼了一句 但是怎么说呢 爱的越深恨的越深吗 我吼我是接受不了你走这个现实 所以我没办法发现 我就走着 对吧 那你现在为什么来我们这儿啊 不过这两三页的考虑 和我是忘不了我们之前的那种点点滴滴 行了人家不是都给你台阶了吗 说你跟我来东北这事不就过了吗 我们还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吗 既然你不想那么分努力奋斗 我又对我的生活有规划 那你就跑到东北来 我们一起过不就完了 这不是女生的想法 是这想法吧 对 毕竟北京机会多嘛 我不想跟我放弃离开北京 但是说她 这北京离的老家会近一点 我在通过想通过这个平台 希望她挽留到 回到北京 我们在共同的生活 哦 那她那个工作呢 所以说我希望她 把工作辞了 做原先的工作 奔你而来 不是奔我来 奔我们而来 那为什么你不能把工作辞了 奔摊而去呢 我在想 如果我去了东北 到最后我 我们 我们两个到最后 没有结果 或者是 走不到最后 那我怎么办 那如果她到了北京 你们俩到最后没有结果 那她怎么办呢 因为她在北京非常优秀 你看她坐着家教 一个月能挣一万多 所以她在什么情况下 我都能相信她 我若 你得帮着我 是这意思吗 也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想她在一块 想让北京共同发展 行 听明白了 女生现在对这个男生 还喜欢吗 其实她 初初想着我 为我好 你看她每次也是 我下班回家 给我做宵夜 今天做点什么 掩耳红枣 明天熬点什么汤 我就觉得 其实 真的是 如果我俩不在北京 就是能挺幸福 所以在女生的心里 就是 这个男生的温柔 对她的好 又是她割舍不掉的一部分 可能到一定 就是对生活 有一定解读的人 就会发现说 这个世界没有完人 所以还想协调一下 看看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对吧 老师们 你们帮着他们 分析一分析一段情感吧 看看他们应该怎么办 来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以前有一个话题 叫逃离北上广 后来我说 我们大家只看到了逃离北上广 没有看到另一种人 叫窝在北上广 什么叫窝在那边 因为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大城市 它太便利了 有太多的好处 所以有很大一群人 他其实没什么上进心 也不想奋斗 但是我就赖在这个城市里面 我就享受这个便利 我可以穷 但是我总比在那个小城市里面 我享受的东西更多了 那前男友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第二个 很多事情啊 你会发现 它其实不是感情问题 它是大家对于人生的需求不一样 简单来说 就是有的人的未来是未来 有的人的未来是现在 他现在跟你说说 我们结婚之后怎么样 然后跟你说 我做饭 我洗衣服 我怎么样 有很多姑娘都会有这样一个错误 我提醒大家 就是觉得 我们两人在一起了 我们就有个家 家就是我们的未来 家不是未来 你们一定要搞明白 你们两个人在期许的 那个将来的婚姻生活 是一个什么样的婚姻生活 而不是我们有婚姻了 最后一个 你们两个人对于整个自己的人生的选择和控制 是有问题的 一个小婦姻安 就想过过小日子 每天哄着老婆的人 偏偏要留在北京这样压力巨大的城市 一个在北京待几个月就可以拿到一万多块钱月薪 那么拼的姑娘却回到了东北的小城市 你们没有发现自己整个对人生的控制是错位的吗 你不应该留在大城市吗 你不应该回到自己山东老家去吗 为什么连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命运都掌握不了 却偏偏还要想让这去掌握别人 我们先控制好自己的人生 再去想着控制我家庭或者婚姻未来的方向 就这样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陆琪老师 教育孩子一定要讲究方法 12岁到18岁的孩子 给他看这十本书 他会越来越棒 他会放下手机 不再拖延 不再叛逆 结果超出你的想象 第一本 你不努力 谁也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第二本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拼命的自己 第三本 余生很贵 请勿浪费 第四本 别在吃苦的年纪选择安逸 第五本 你的努力终将成就更好的自己 第六本 别在该动脑子的时候动感情 第七本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第八本 再见了吧 拖延症 第九本 别让生活耗尽你的美好 给孩子一个机会吧 你的礼物 让孩子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 对五本 中话 ي 牧句 吊